直接点出封城是解放 台大R1中心副院长王明俊分析 与其被动等待民众来筛检 应该考虑实施准事急 也不能随便谈封城 可是不封城的结果 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 我把它形容成中国闷烧了 新加坡过去封得很好 也是因为移工宿舍就爆炸了 搬出新加坡当例子 点出异乡人的移工 可能成为防疫破口 尤其这回苗栗晶圆电子染疫延烧 连总统也不敢大意 我已经请林志坚市长 徐县长跟杨县长 组成竹竹苗防疫作战联盟 要三个市长联手 形成竹竹苗防疫联盟 但这个合作到底在做些什么 在竹科设了这一个 现在全国最大的一个专案筛检站 新务市政府就承担起这样的一个工作 本来我看到说竹竹苗 这个防疫联盟 我看到苗就很兴奋 然后我们要更多的疫苗 要中央不要只喊口号 还是给疫苗比较实际 眼见竹竹苗都开始部署 台南传产也有老板染疫 南科即将启动快筛 会成立南高平联盟吗 我都会跟黄伟哲市长 还有我们屏东县政府 还有潘县长 我们都会定期的就疫情的管控 交换意见 所以在很多的措施上 三个县市都是一体的 强调不用结盟已经是一体了 毕竟科学园区环环相控 眼见苗栗已经燃起火苗 南部当然不能让它继续延烧 TVBS新闻陈建民伟佳琪 台北下方活动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